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怕是吃喝玩乐都排在我的前面 真不知道我在你心中到底是什么位置 你的霸道和任性真的让我感觉闯不过气来 为什么你要用自己的标准苛责我 你尊重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可你却总是逃避责任 这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可笑 也许我们是该重新考虑未来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张 22岁 来自四川 小韩 23岁 来自四川 有请 欢迎两位 谈了两年多了 是吧 在学校里就开始谈恋爱 是吧 谁追的谁啊 也没有谁追谁吧 我们俩就是看对眼了 然后自然而然就在一块了 咋看得对眼的呢 就学校里有同学嘛 他们是学编导的 他们要拍作业 然后我们俩就一块帮别人拍作业 就认识了 因为在那个片段里就有感情戏 拍着拍着说实话就看对眼了嘛 这次来是因为女生觉得男生 有点不太踏实是吧 我跟他在一起就这些年嘛 他经常会有很多地方 让我觉得非常生气 比如说他老是喜欢跟女生 搞暧昧 我非常受不了 而且我们俩在一块儿 你说我是个女孩 对吧 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在支出 而且每一次吵架 他都不会主动认错 咱先从哪儿说 先从搞暧昧说好不好 就是他刚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完了我就发现 他跟那些女孩聊天 聊得特别频繁 他还要帮别人拿快递 隔三差五地从学校外面 拿到学校里面 给人家送过去 完了还要给人家买一支笔 这么简单的东西 跨越大半个校园 给人家送到教室门口 就这么夸张 他是我朋友 我跟他送支笔怎么了 别人那些朋友 为什么没有做到你这个地步 为什么你就要做到这种地步呀 你至于有这么大反应吗 我跟他又没有干什么 出格的事啊 你看他就这种态度 有一次他们俩在食堂吃饭 然后我就看见了嘛 他还帮那女生擦嘴 那天刚吃完饭嘛 我就跟他说 你这儿有颗小米粒 他没看见 我怎么可能拿个镜子出来 给他罩着吧 我就给他顺手擦了呗 顺手擦了 你又要帮他拿快递 然后你要帮他买东西 然后你还要顺手 帮他擦米粒 你直接当他男朋友行不行 我是你男朋友啊 我当什么他男朋友啊 他就是个中央空调 别人找他帮什么忙 他都帮 他这种性格 导致特别多女孩喜欢他 很多女生追他 追他就算了吧 他对别人就是不拒绝 也不接受 然后那些女孩还要来骂我 对啥 就觉得我跟他在一块 说我配不上他呗 觉得我不懂得珍惜他 然后说我迟早都会后悔的 说这种话 因为我平时 就喜欢乐与猪人啊 那些女孩喜欢我 又不关我的事 不关你的事 她骂我 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呢 她们骂你又不是我 叫她们去骂你的呀 这叫什么混账逻辑 我先问你啊 是不是你女朋友 是 有人欺负你女朋友 你不出个头的 但是这些人 的确和我没关系啊 已经噎得我 都说不出来话了 您接着说 姑娘 她不光不管 她自己也要骂我 她自己开了一个微博小号 在上面天天吐槽我 说管他管的爷啊 就是觉得跟我在一起 非常压抑 说我是个母老虎 我说你母老虎 可你其实真的对我很凶啊 我对你很凶 你就可以说我是母老虎吗 吵架的时候我不敢说 总可以在上面说吧 有一次我就拿着手机看 然后我就发现 他手机里面 有一堆女的 但是是那种 就常年不联系 可能什么小学同学这种 因为我之前 已经有前车之鉴 我已经怕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些女孩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对不对 那你把他们删了吧 他不仅不删 他还跟我发脾气 你没经过我允许 就看我手机 你什么意思啊 我是你女朋友 我就随便拿你手机看一下 还要经过你允许是吗 那你好歹给我说一声啊 我看你手机 还要跟你说一声 我直接拿来看不行啊 但是我后来 还不是把他们删了吗 你看他就这态度 就这种无所谓 然后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根本就不重视我的想法 我的心情 你懂吗 删没删 删是删了 但他是那种 感觉像是我逼着他删的 他完全不懂为什么要删 然后他是这种态度 我说实话还是不放心 完了 我找了我几个好朋友 我闺蜜这些的 说实话 是想测试一下他 因为我跟他说了 平时你不要随便去加那些 没事的女孩嘛 然后呢 我那几个朋友加 他全加了 你想三个女生突然加我 而且我还知道 里面一个女生 因为他闺蜜嘛 可是我知道这是个圈套 我就直接将计就计嘛 我就三个都加了 我和其中一个女生 聊得挺好的嘛 我就和她做朋友 相当于把她策反了 然后就问她 我女朋友 你不要说了 睡这时候就来气 你明明知道 那个是我的朋友 你还要跟她聊天 你还要跟她成为好朋友 姑娘 这事你做得有点 缺心眼你知道吗 你明明知道 他是这么一个人 你还放人去测试 测试就算了 你还放三个 你怎么想的呀 我怎么着 他们同一时间 我一说完全都去了呀 行吧 男生在这个 跟异性保持距离 或者异性的分寸尺度上面 是有瑕疵的 你为什么花人钱呢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是在外面一起租房子住嘛 然后我们之前 找房子的时候 我们找到一套小的 一套大的 我想做那个小的 那他非要做大的 他说那个大的环境好 然后位置稍微好一点点 租到后面我就发现 房子是真的贵啊 我生活费一半多 都拿来交房租了 真的现在已经 行了 我已经不想听了 他日常有什么花销呀 他平常跟我出去玩 约会 吃饭 看电影 大部分支出都是我在支出 他只出小部分 他的钱花哪儿了 跟他那些狐朋狗友 出去胡吃海喝 都花在这上面了 什么狐朋狗友啊 他们都是 有头有脸的人行吧 我现在给他们投资 说不定有什么地方 要找他们帮忙的 你能不能清醒一下 真正那些 有头有脸的人 会跟你做朋友吗 而且他上次请别人吃饭 吃完饭之后呢 去蹦迪叫我过去 我在家里面 洗头 化妆 穿衣服 真的收拾了很久 我就开开心心 跳舞蓝蓝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我屁股还没坐 他跟我说 他说走吧 我说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刚来 你让我走 他说你去把那个账结一下 我明白了 你就是叫我过来结账的 就在你眼里 我就是一个ATM机呗 约底了 我没钱呢 你是我女朋友 你帮我出点钱 怎么了 不是 那你那个态度什么意思啊 在他那些朋友面前 对我就忽来唤去的 你知不知道 我不要面子吗 几个男人在外面嘛 就好个面子嘛 什么男人啊 好面子自己拿钱去啊 找一些女生来买单 你们有什么面子啊 帮我撑撑面嘛 那面子是她的 跟你有啥关系 下次你闺蜜在的时候 我也可以这样对你啊 我不需要 有一次也是 她跟我借钱 她说借多少 她说五千 我连什么事都没办 我就借给她了 过了大半年吧 一句话没提 有一天 我真是随口提了一句 我就说 我说 那个钱 你准备什么时候还我呀 她生气了 她说我斤斤计较 她说 你把利息也给我寄着呀 到时候我连本带了 一块还给你呗 就说这种话 当初她 给我钱的时候 她又没说是借呀 我就以为 她是直接给我的 我也没多想 我真是无语了 你说你有事要用钱 我肯定是借你的 而且有借有还很正常 你还要说我斤斤计较 五千块钱 是什么大钱吗 你就它送给我了 行不 不行 凭什么送给你啊 就是因为这些小事嘛 然后我们经常吵架嘛 为啥事吵啊 比如 我朋友圈 没有给她第一个点赞 或者我吃饭的时候 没有喂她第一口 然后她就生气了 因为我跟她在一起之前 我就跟她说过了 我说我是一个 非常注重恋爱细节的女孩 就是这些点 你如果做了 我会很开心 你不做的话 我会很失落 很不高兴 对吧 那我都跟你说得 这么清楚了 我说我在乎这个东西 你还不做 那我肯定不高兴啊 可你不觉得 你在乎的有点太过了吗 如果说你没有做到 对吧 你给我解释啊 你解释了吗 而且我那么不高兴 你哄我了吗 你看看你不高兴 那个样子嘛 我看着我也很烦 好不好 而且还有一次 我们一起做饭嘛 然后她就非要逼着我 喝家的香菜的排骨汤 我们做的是 就是紫菜的那种排骨汤 它本来就有点腥你知道吗 加了香菜就没那么腥了 我做完了 我辛辛苦苦做的 她看都不看一眼 尝都没尝一口 就那边摆个脸色 你生气什么 我还来不及生气呢 之前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说我从小闻到香菜 就很难受 我没有让你吃香菜好吧 我让你尝的是汤 不是 她就是不愿意 就是为了我去尝试 这些新的事物 那你为什么不能为了 我不吃香菜呢 我问得好 问得好 而且上一次 我们一起去逛街 我就叫她帮我 挑几件衣服来穿 结果才挑到第二件 哇 我就穿不下去了 那个衣服 后面直接露一个空 非主流好吧 就很正常的衣服呀 这哪里非主流了 许总你敢穿吗 你那么好的身材 都不敢穿 还有吗 但是现在年轻人 都是穿这种呀 你那也很年轻 这是男装是吗 对呀 咋敢穿吗 这个拖鞋我也很无语 穿这出去 全部脚都漏在外面了 这种就陪浅色裤 就很好看呀 你就是不想尝试 你还要找借口 你自己说 你要换风格 对不对 我也挑了一些 很好看的衣服给你看 给你去穿 给你去搭配 他说要给你买 然后你还要骂我 但是你以为我 挑衣服的之前 能不能先想一下 我喜欢什么 我不喜欢什么 不要把你的爱好 强加于我之上 好不好 我才比较生气 好不好 就因为这个事 他就不理我了 你说本来开心 出去玩 谁受不了这种啊 之前我有一次生病 我就是蓝尾严犯了 然后加发高烧 他也是这样对我的 我跟他说 我打电话给他说 我说我说 你来接一下吧 我说我真的很难受 他还去打麻将了 一直都不回来 他跟我说 他说你要是撑不住 你就吃药呗 实在不行 我给你打120嘛 说这种话 我基本觉得 就是男生就不太想 跟你好了才会这样 不是 你们为什么不分手呢 主要是因为 那天我们下午吵架了嘛 不用解释为什么 你要不喜欢 你可以跟他分手 你们俩提过分手吗 之前没有提过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分手呢 就是这一件事之后就分了 分手了就对了 谁提的分手啊 他提的 那是符合逻辑嘛 就是男生想分手嘛 你提分手了是吧 对 分没分啊 分呢 不是 当时是这样的 当时因为 那段时间说实话嘛 就发生了很多这种事情 虽然可能单拎出来看 不是很严重 但是因为他对我的那种 不是 我觉得挺严重的 而且他倒是对我的态度 你知道吗 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 就是默视他 他完全不重视我 他也不正视我 每次我伤心难过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说你离离我吧 我们要好好把这东西解决了 他就不看着我 在里面玩手机 我真的受不了 然后当时他跟我说 分手的时候 因为我还很喜欢他 我还去挽留他 我跟他说 我说不要分手吧 就是我们俩 在磨合磨合 他就非要跟我分手 坚决要分 因为当时我们的确 双方发生了很多 不愉快的事 也吵了很多次家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应该 有一个双方的冷静气吧 我就给他提了分手 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 他就完全没有喜欢过我 你知道吧 他很坚决嘛 然后我虽然一直挽用他 但他就是想跟我分 我有什么办法 我总不能死皮赖脸 追着人家吧 我就说那分吧 分手之后 然后我发现 他回老家之后呢 他还跟他身边那些 朋友啊 什么同学什么的 说我坏话 他就说 他觉得跟我在一起 非常压抑 觉得我管他 管他太宽了 终于逃离我 就说这些话 然后还要被我知道了 说实话 当时分了手之后嘛 我的确觉得有点放松 然后有点解脱的感觉 你们俩后来 怎么又和好了呢 就他后来回来找我嘛 一开始我不答应 因为我知道 他说了这些话 但是他就 真的说得非常诚恳 然后就说 他这些缺点 他都会改 然后我一开始是不理他 他还每天 就在我家门口等我 等几个小时 因为那时候 我没有接他电话 微信也拉黑了 就等几个小时 说实话 毕竟还喜欢 我就心软了 心软之后呢 然后就和好了嘛 你们俩今天来干嘛呀 就是想和他解决一下 来来来 我们之间的矛盾嘛 然后想让我们 好好地走下去 解决什么矛盾 就是解决 以前发生的一些那种 好像每次都没有解决过的 就是双发 因为他每次都不理我 怎么解决呀 好好好 那你来干嘛呀 就虽然我在这段感情里面 很痛苦 但是我给大家说的 也只是我们俩比较难受的时候嘛 但他其实 说实话谈恋爱嘛 不可能只有苦没有甜嘛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 而且加上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而且说实话 我也不想了 我二十三了 二十三 吓我一跳 但是你想想 二十三 我以为您八十三了呢 二十三 二十三再过几年就得结婚了 是不是 谁规定的 我觉得是该结婚呢 我不想就浪费时间 你还打算跟他结婚啊 那不然我来干嘛呢 我就想跟他走下去嘛 好好好 知道了 知道了 那就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结啥婚呢 我看你是发婚了 每天看他给各种的女生去 买东西送东西 然后还给擦去嘴角的范粒 这样的一个男孩 你嫁呀 在外面租房子 我想问一下 你们学校没宿舍吗 有 你没到毕业那一天 你就不应该 晚上的时候不回学校住啊 这就是家长 给钱给的太多了 所以才会说出 五千块钱 也不是什么大钱嘛 天哪 你真有钱 五千块钱都不是大钱了 你没有钱 自己想办法去挣钱 为什么要伸手管他要 不是因为成了男女朋友之后 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权利 这个权利可以支配一切事情 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相爱 我们在一起 是有了一定的权利 这个权利是什么 是爱你的权利 你有了权利 也就相应的你有了责任 请问你的责任在哪里 而且谁告诉你们的 他是我男朋友 他的手机 我就可以随便看 因为我所喜欢的 我所想要的爱情 就是我不可以 那是你所想要的 因为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那是你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这段联系上 是你听明白了 是你不是他 你不是在跟自己谈恋爱 你是在跟他谈恋爱 所以我希望他也可以 做到这一点 他做不到 这就是你们俩 现在最大的问题 都是我以为的 我以为的谈恋爱 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以为有了男朋友女朋友 我就有了什么样的权利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挺可笑的 年轻人现在踏踏实实的 好好想想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爱情呀 对你们俩来说 就先放放吧 谢谢善娜老师 苏老师 刚才您说了 说那个女朋友给你花点钱 有问题吗 是吧 那个你是我女朋友啊 一个月花多花少 那我觉得我从你这儿 拿钱很正常啊 有一个词叫软饭硬吃 就说的就是您这款 姑娘 我现在在想 如果你此刻 你跟他再继续交往 你不会再为他付任何一分钱了 你觉得他还会跟你继续下去吗 我觉得他会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说的 他其实 也有对我好的地方 姑娘 我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吗 刚才你说了 你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些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往往会在原则问题上让步 然后他所提出的 所有的关于原则性的问题 你都能忍 但是关于什么 朋友圈第一个给你点赞啊 第一口饭必须喂给你啊 这些事你特别较真儿 那我问你啊 一个男人就算是朋友圈 第一个给你点赞 第一口饭喂给你 然后其他的处处方面 他都对你不好 你生病的时候打电话 他让你打120 他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 而他是为了去打麻将 你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将来未来 你会感觉到有安全感吗 这日子能过吗 你对于恋爱 很多爱情的要求和标准 我觉得就非常的扭曲 你可能贪图一些 当下的一些这种 小体验小感受 觉得啊那好像很甜 但是我要告诉你 那些小甜小蜜 他不是说一个人 在生活当中 他能够为你负责任的呀 我知道 其实大的原则方面 一开始我也是有要求 可是他做不到 我只能退而求其次 对吧 那我喜欢他 我爱他 我除了能退步 我还能怎么样呢 对吧 所以你都说了 大原则的 大的这种责任感的 他做不到 那我在想 我们找对象 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就是要找一个三观证 有原则 有责任感的人结婚吗 如果这些人 他所有的这些都做不到 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 去浪费我的青春呢 我觉得这是你需要 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地方 我们二十三岁的年纪 连你也说你觉得你二十三岁 年纪不小了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年纪 一天一天荒废在一个 没有原则 没有三观 又没有责任的人身上 只是为了获取一点点小甜蜜 而那一点小甜蜜 其实也没得到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你应该好好问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要和他在一起吗 特别想 对 我想 因为他对你好 对吧 对 因为他有很多优点 是我喜欢的 是的 跟你抱同样的想法 有很多的女生 甚至还有你的女闺蜜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也享受到了 他对他们的好 所以你这个爱不是唯一的 值吗 唯一让你不舍的 就是你已经为他付出了这么多 你说如果我此时再退的话 我亏大发了 所以你就会很累 所以你不退 但你不退的是这个身份 但你退的是自己的尊严 你在他面前 也没有任何的地位了 他看不上你的 他心里的最重要的位置 不是留给你的 留给朋友 因为我要在他们身上投资 希望要在他们身上获利 你注意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他认为在朋友身上的 需要达到的东西 还没有达到 所以他要不停地付出 但为什么在你身上 不继续付出了呢 甚至于拿了你的 还说就给我吧那五千 你为什么呀 因为他已经得到你 为什么能坦坦荡荡的 享受到你对他的付出呢 就因为他想退就退 分手 就分了 分的是非常的决绝 兴许啊 他也可能像其他的 那些暧昧着的女生 是显示出了自己单身了 但是没有人搭理的 因为什么人知道 和他无法进行 一对一的专有的爱 那不叫爱 那只是一个取暖气而已 你在他心目中没有位置 你在他心目中就没有价值 你所有做的事情都在消耗自己 你不停地付出 他是没有满足的 因为他对你丝毫不觉得说 我要珍惜你对我的付出 反而觉得 你这么付出是理所应丹的 所以我现在在你身边 我并没有和你分手 这样的爱我们不要 就是伤害 伤害了你的自尊 因为他的爱呀 太广泛了 不是唯一的 这种爱是对你最不公平的 好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米娜老师 女孩只有23岁 我刚刚看看你 还又看看沙娜老师 我觉得沙娜老师 都比你看着年轻 你是咋回事 咋能够把一个大学生的生活 过成这个样子呢 而你身边这个男人 我实在看不出来 他有什么好 如果你说你早年的时候 就是被他的温柔和各种关怀 给打动 女神就被这样弄到了以后 就变成家里的女神境了 刚刚我一直在想 这个男神到底哪好 在大学里头毫无生机 忙着打麻将 长得也不出众 应该也没有什么 出色的体育技能 能够在大学校园里头 引人注目 应该也不是个学霸 就是在学校里头 你想引人注目都难呢 除非花钱 除非在朋友圈里立人设 除非在学校里的时候 舍得给其他女孩买礼物 可能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稍微展露一点点温柔 就立刻让女生觉得 哎呀真棒 那一些其他的小女孩 都追在你后头献殷勤了 但你的钱又会从哪来呢 家里的生活费 以及女朋友的钱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会认为她好 我只能说 你要是死活都不肯 把你自己的那个眼睛给擦亮 我也没辙 那么咱可不可以心疼一下爸妈 不再乱花爸妈的钱了呢 这一段我真的不觉得 你们之间有啥爱情 就像你给她挑的那什么 露备装那些脱鞋 我觉得其实哈 你选的挺好的 跟她很配 你在反讽我 不 我没反讽 因为真的跟她很配 你所看中的好的 好的衣服 和你所看中的好的男人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正常人的审美里头 可能觉得有问题的 但是你认为他们都好 那么随你吧 好 谢米娜老师 她挺阳光的 其实 是是是 我们说的审美 是一个综合审美的问题 瘦瘦高高的 可能在学校里面 这么高的少嘛 你们是见惯了那些帅哥了 天天跟曲伟这样的人 混在一起 你们是不知道 人家年轻姑娘 就觉得这款好 你不要用自己的审美 其实我理解老师们说的是 觉得她不美是来自于 她花你的钱 她欺负你 她有不良的嗜好 是结合这三点 觉得她不美 就你皮囊再美 有这三点 最后你会变得不美的 简而言之吧 姑娘你觉得 找一个周围围了很多女人 特别优秀的男人 最后她成为你老公这件事 让你骄傲 还是说 你周围闻了 很多很多的男生 后来一个特别优秀的男生 追你之后 你赏赐给他 他说我跟你在一起 哪个让你觉得骄傲 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件事 其实说白了 一个就是要借着别人发光 一个就是自己发光 你想做什么样的人 自己考虑 自己考虑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你对我的好 虽然我听了这么多老师的建议 但说实话嘛 因为我自己心里清楚 你对我的好 而且有些地方你改变我是看见了的 我为什么会来这儿呢 就是我希望你能从心底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 并且你能改正 而且我 像你说的 我很凶对吧 管你很严对吧 我尽量 以后我能注意的我都注意 但是你自己首先 你要让人想清楚 你还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想不想改 你觉得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 是 我承认我 之前是对你 有点 不上心 然后 在那个花钱方面 然后也很让你难过 然后我也 在争取在之后的生活里吧 然后对你好点 然后改掉以前的爱情分 你真的能改吗 嗯 真的 谢谢两位啊 请回请回 谢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录 优酷视频 通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搜索节目的完整内容 我们来看看 这对嘉宾做何选择 请开门 我对他很用心 为了和他好好在一起 我主动让他融入我的生活 但是他特别不知足 得寸进尺各种管着我 我总觉得他对我不是真心 他曾经利用过我 做一些让我不开心的事情 而且他特别爱玩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在以前的感情中 一直是被丑 被爱的那一方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已经收敛了自己很多的性子 我真的付出了很多 我是很喜欢他的 他就不能少跟异性来往 把心思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吗 他如果还是那么不靠谱 我们俩真的很难继续下去了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妍 22岁 来自青海 兼职模特 有请 小鱼 22岁 来自四川 职员 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还是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朋友介绍认识的 他追着我 去年毕业了以后 我爸想着让我去 老家那边发展一下 你是青海的是吧 对 去青海西宁那边发展 但是我自己就不太愿意 回家乡那边 我觉得我朋友什么的都在成都 回到家那边 我爸又要管着 我每天晚上十点钟 我都不能出门 我就跟我爸说 我在这边谈了一个女朋友 我跟他挺相爱的 我不太愿意回到西宁 但是我爸在家里面就是那种 一言九鼎 又是那种一家之主那种作风 我就特别受不了 我又拗不过他 我就想着把他带回家 让我爸妈看一下 带回家以后 我爸妈也挺满意的 但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让他也跟着我 一块回老家那边发展 给他也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愿意吗 我是愿意的 人家姑娘是愿意的 但是我不愿意啊 因为我觉得回家那边没有意思 回到成都以后 我就跟他商量 就想着能不能说 他爸妈不同意他远嫁 但是他就不愿意 我俩就因为这种事 就一直吵架 而且他还把我的妈妈 欺诚进来了 说的是我妈妈不同意 我远嫁 其实我是愿意的 我觉得他在哪 我就在哪嘛 我说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就想着就是说 我俩在成都挺好的 不是 这谎言一点都不善意 对啊 那你为什么 还给我妈妈进来呢 但我想着不是成都 咱们玩起来也方便嘛 我朋友这些也都在这边 那你是到底是想着玩 还想着我们的以后呢 然后就因为这种事 以至于他后面 各种事都是那种草木街边 我就想着那弥补他 我就提出来跟他合租 因为当时刚毕业 我以前从来没有跟我前女 有什么合租过 我也不太愿意 别人管着我 我相当于羊入虎口一样 跟你合租 什么叫羊入虎口 你跟我合租 你说叫羊入虎口 但你可以管着我的呀 你管着我以后 我是不是手机那些 你也天天都查 这种小事都不用说那么多了 然后还有 就我平常喜欢去酒吧 轻松轻松嘛 他天天管我管又那么严 然后我又不敢出去 不是 你今天多大 我今年22 这22岁老去就给酒吧干啥呀 年轻人不都是喜欢 在那边玩一玩的 放松一下 我们那会儿可能没那条件 可能啊 没那么多酒吧 没那么多钱 也没那么多闲 所以也行 然后呢 然后我哥们经常叫我去酒吧嘛 因为我没跟他在一起之前 十次我可能就能去十次 但现在我跟他在一起以后 我哥们叫我十次 我可能只能去一次 那你每次都怎么去的嘛 他每次去酒吧之前 他在家里面戴项链 戴首饰 喷香水 然后穿得比他现在这件衣服 还要花得去 但是年轻人不是 都是这种穿着吗 那你那样穿得去那些地方 而且你还没有带我 我怎么能放心 我一个人家里面 我把你去外面 嗨得特别高兴 我在家里面睡都睡不着 那我叫你去 你也不去了嘛 我不喜欢这些地方呀 然后有一次 就是我哥们说 喜欢一个女孩子嘛 我去酒吧 就相当于过去 帮衬一下 然后追一下人家 然后我要出门 他就不让我出 后面 我还是去了 然后他因为这种事 跟我吵了好几天 然后好几天以后 我哥们再叫我出去玩的时候 我就会发现 我衣柜里面 好看一点衣服都没有 全部都被他捐了 那你哥们为什么 不叫其他人叫你呢 而且你那衣服 是前女友买的 每次注意玩还要穿 我不给你捐了 我放在那干嘛 我每天看着那些衣服 想起你跟你前女友的 过去的点点滴滴吗 那衣服买都买了对不对 我没给你买过衣服吗 他给我买的那种衣服 都是又土又单调 什么这块印个 Hello Kitty 印个哆啦A们 那我也是花了心思 给你选的呀 那种画像 就包括他今天穿的 他穿的很妥 两个年轻人都挺可怜的 男一生是空虚的可怜 女生的是卑微的可怜 真是 你们觉得谁在这段感情当中 付出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我真的付出的更多一些 因为我之前 就从来没有对别人这样付出过 然后我现在对他这么付出 就我前女友什么的 经常给我送些什么首饰啊 衣服啊这些的 我也没有怎么说回过礼啊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以后 不管他什么生日 六亿儿童节啊 五二零 只要是能跟感情沾边的 我是不是都送了你很多礼物 但是你知道我真正想要什么吗 我过生日那一次 我从提起来两个月 我就开始在暗示他 说我想去迪士尼玩一下嘛 因为我想在我过生日那天 那么重要的节日 去我一直从小就想去的地方 跟我喜欢的男孩子一块去 我从两个月开始之前 就开始在暗示他 他一直吐弄我 就一直没有带我去 但是我说了我们俩没有时间 你又要忙你的工作 我只是说把这个日期延后一点 这一点你都不能接受嘛 你怎么就没有时间 而且我们在一起这段时间里面 就生活中支出都是我支出的比较多 我都有时间 你怎么就没有抽出时间来呢 但是我只是说调整一下时间 并不一定非要当天去啊对不对 我就想当天去啊 当天是我过生日啊 我觉得这个节日很重要 包括他异性人员真的特别好 就好到那种 他兄弟的女朋友 跟他关系的特别好 啥意思啊 就他一个玩特别好的兄弟嘛 是因为我们之前就认识啊 你们今天就认识 加微信机我就不说了吧 还一起拍吃饭的抖音的视频 还发朋友圈了 我们两个的视频 你都没有发朋友圈了 你把你和别人的视频 发朋友圈了 那只是一种恶搞视频 就抖音上很多那种就是说 拍起来比较搞笑一点视频 然后我就拍了一下 然后他就能把这件事 放到身上就这么敏感 那你手机里面圈他的照片 是怎么回事呢 我哥们女朋友 我从来就没有把他当成女生看过 因为我们三个人 你没有把他当成女生看过 你让我去学习别人的穿搭 你说别人穿得很好看 他们俩就是我介绍认识的 所以我们三个人 经常一块出去玩 然后我手机里面 我哥们女朋友的那些照片 发给我是 想让我帮他做一个什么 就抖音里面那种剪辑视频 然后他就在这 很敏感地说这些问题 这个不重要的是 刚才你女朋友说 希望他的穿搭 他跟那个女生的穿搭是一样的是吧 是你要求吗 他当着我的面夸 人家很好看 让我去学习别人 还让我变成他那个类型 我只是觉得 你穿上他的衣服 可能会比他更好看 我带出去以后 别人可能也会说夸你漂亮 对不对 因为我总觉得 你的那个审美有点土 对不对 对对对 我觉得你 他要不土干嘛找你啊 你觉得他是羊还是土 我觉得他对那种 他找你是羊还是土兄弟 我觉得他找我可能是 就是被雷劈了一下 然后突然土就变成了特别羊 就找到了你是吧 他每次还在家里面说过什么 短腿啥呀 矮冬瓜呀 就拿着我弟来说事 你也这样说过我呀 他经常 就比如说看个抖音什么了 然后他看抖音 他刷那些男生啊什么 点个赞 我就不说什么 但是我只要一刷 一点赞 他就要骂我 我就自点两下 而且你都能看得见 他说我这么猥琐 我这么猥琐 凭什么看人家女孩子的视频 对不对 那你看的那个是别的女孩子吗 你看的是他兄弟的女朋友的视频 就一直在那上面点点点 根本就不是那种点双肌的那种 就感觉一直在摸人家额头 摸人家那种脸的那种感觉 让人感觉到很那种 那就是你太敏感了呀 你太草木皆兵了真的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很多次 我对你和对我 前面那些不一样 你总是不相信 我问一句 那我应该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 我问一句 就是你在现实生活当中 除了觉得他跟他的那个 好哥们的女朋友 你觉得他喜欢之外 还有别的什么 让你觉得不踏实 不安心的异性吗 好像没有 而且每次我和我 就是我出去和我闺蜜吃饭嘛 就带着我闺蜜那些去 他不让说我闺蜜 他都可以和我闺蜜 他们那些就聊起很好的话题 就是你除了怀疑 或者说你除了认为 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觊规他好哥们的女朋友之外 现实生活当中 他就没有再跟其他的女生 或者女性 有那种过敏的来往 是吧 就有一次 他不是比我先找到工作吗 我当时就有一个干姐嘛 然后他是做模特的 然后我就想着 跟我姐姐一块干模特 然后我姐姐也同意啊 本来做模特这个东西 就是全国到处跑 经常出差 然后我一出差 他就疯了一样的 给我这个朋友打电话 问我在哪 给我那个朋友打电话 问我在哪 那是因为我给你打电话 你没有接呀 然后一天12个小时 他能给我打24个电话 那我给你打电话 你接了吗 因为我们打电话 打视频 我每次白天敢打视频 他在忙 没有空间 那我好 我等嘛 等到晚上 然后我跟他打电话 他就说的是 我白天忙得太累了 我晚上要早点休息了 他在家平时都是 一两点才睡的人 我八九点敢打电话 就说他要睡了 但是我在工作前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我要工作了 或者我工作完 然后我还会出动联系你对不对 你每天给我发的微信就是 要不就是你要工作了 要不就是你工作完了 你累了 你要睡觉了 真的 我觉得 其他的时间你在干嘛 我都不知道 我觉得他真的太敏感了 管得越来越宽 越来越多 还管啥呢 各种事 只要是生活起居 到我出门 什么都管 见过他那个姐姐吗 上次吃饭的时候见过 但那时也闹得特别不愉快 咋了 然后我觉得 他跟他那个姐姐 肯定是那种不是那么简单的关系 我来说这个 就跟我干姐不是说 出差刚做完活动回到成都吗 然后他说他要请我们俩吃饭 然后我当时想着也没有啥 就顺便把我干姐姐介绍给他认识 然后进门第一件事 他拿出一束康乃兴给我干姐 然后你说一句什么话 你说要不你别做他干姐了吧 你做我俩干妈了 赚钱给我俩花 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人 能说出来的话吗 可以啊 这个姑娘 看不出来啊 那你今天你不接我电话 我也急啊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你能说出来的这话 你不要骂我行不行 你每次都骂我 我真的觉得 我为你改变态度了 但是你就一点都 看不到我的改变 你只是说 会要求我这儿 要求我那儿 那饭就没法吃了是吧 没吃 不欢而散是吧 其实送个康乃兴就行了 还非要说出来 你说这孩子真是 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我就是觉得他 现在管我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多 我已经受不了他了 你想分手啊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知足 那我也觉得你没有改变啊 所以女生今天来干嘛呢 他让我来的呀 他让你来 男生是想分手对吗 我就想跟他 把这些事情说清楚 说清楚啊 那个 就不要让他以后 再做这么 没脑子的事情了 怎么就叫没有脑子了 就不是正常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啊 除了干姐 你还做出啥事了 就是他那个干净的时候 我就为了弃他 我不是原来在机场工作吗 我也为了弃他 我就辞职了 我就没有在机场干了 就把很好的一份工作 就没有干了 做什么呢 在家里面 因为他每天在家里面 那段时间不直播很火嘛 我在家里面做起了直播 然后他就不高兴了 他又吃醋 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 他说什么 是不是谢谢大哥 谢谢弟弟啊 这些我都不说什么了 你最后是不是还跟人家出去约下午茶了 那我也是为了气你的呀 我想到你都可以跟你干姐出去 在一个星期 那我为什么不能给别人出去一下 然后就因为 而且只是吃饭呀 又没有干嘛 然后就因为这种事 他就能做出什么 把工作磁在家做直播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你要没有把我吃成链呀 我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呀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都冷静冷静吧 行不行 冷静一个月行不行 他却要跟我永久分手 现在这个听起来乱 这么一梳理梳理清楚了 丑小鸭 绝地反击了 你把我拿回你们家当工具 跟你爸谈判的砝码 我要去成都 不能远嫁去成都 其实你骗你爸的 我更愿意跟你留在青海 踏踏实实的生活 是吧 由此扯出了 男生可能过去在大学期间 比较好玩 对吧 不愿意被别人管 然后女生一步一步地 开始逼这个男生 对吧 按照他想象的那个男孩的模样 开始重新构建他 对不对 要过来要听话 做的举动是 干涉你的朋友圈 把你认得干姐 当干妈认 这都不重要 最狠的反击是 你玩我也玩 看谁能玩 你说不了了对吧 对呀 我觉得 你接着去玩吗 因为我觉得人非甚贤 孰能无过嘛 那我以前做的那些事 我现在就再改正 再慢慢改正 但是你一点都不知多 所以你现在是要求复合对吗 人家要分手对吧 对 你看那个小身体里 爆发出的力量 就得治嘛 但是那方法咱们一会儿在意 你真要分手啊 有时候还是会想起来 就是在爱情那些 比较好的时间 提条件啊 亲爱的还回得去吗 感觉回不去了 她态度太坚硬了 那要回不去就分手呗 是不是管用啊 要不然分手 要不然回青海 你选一个 我不回青海 我不回青海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分手 所以其实男生心理 是由男生心理坚持的 女生心理由女生心理所坚持 你没有看出来 她是求复合是吧 行了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这对情侣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人的敏感不是空穴来风 为什么男人经常说 你这个女人特别敏感多疑 天生我们就是福尔摩斯吗 我们天生就长了一张 他安的脑子吗 不是的 是因为你的种种行迹 发生了变化 我们才会去怀疑 而且但凡一怀疑 就一定会有事 只不过是没有抓到 实质性的证据罢了 你平时睡觉 那么晚的一个人 在外面工作八九点就困了 鬼心哪 我真的在忙 八九点不是困了吗 就是 怎么又成忙了呢 太辛苦了 然后 太辛苦了怎么辛苦 你告诉我模特 怎么辛苦拍片子啊 对 然后就早点就睡了 八九点就睡了 对 拍几个小时啊白天 就从早上八点 你拍片子的时候 有歇着的时候吗 有歇着的时候 有歇着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给女朋友 视频一下呢 别整得你从早上睁眼 到晚上睡觉前 一直在拍片子 但是 我们没拍过片子呀 但是我在之前 我就会给他说 你给他说完了 然后呢 我就是想念证一下 你拍片子的时候干嘛呢 你为什么不接视频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会疑心 他会多疑 你老说他不给你自由 不给你空间 事出有因呢 因为我觉得太麻烦了 如果说他打完那个视频 谈恋爱就很麻烦 我觉得他会 还会再打一个 谈恋爱就是一件麻烦的事 你不想麻烦 别谈恋爱呀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恋爱 就是应该说比较自由一点 什么叫年轻人的恋爱 比较自由一点 这是什么恋爱观 年轻是好 但年轻不是你挥霍的资本 所以我现在非常怀疑 你出去跟这个所谓的姐姐 去拍片子 是真的为了找一份工作 还是以工作为目的 还是以工作为借口 没有一个男朋友 会在这么大庭广众之下 去指责自己的女朋友 我觉得他突兀 你那么看不上他 那么瞧得起别人的穿衣品格 让他向别人学习 那你去找别人你找他干嘛呀 不要再浪费青春了 如果你要是想好好爱一个人的话 人家是真的想要跟你踏踏实实过日子 愿意回到西宁去 接受家里的安排 你倒好 你拿人家的善意 当成了你的挡箭牌 和你利用的工具 你还反过来说 我就是个善意的谎言 所以如果你不珍惜这个女孩的话 那就算了 那就放手 然后也不要挥霍自己的青春 好吗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苏老师 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爱情是 飞鸟爱上了鱼 一个就应该是属于天空的 一个就应该在大海里待着 你们两个呢 一个是就喜欢夜生活 天天混酒吧 一个呢 就是喜欢一生一世一双人 就喜欢踏踏实实过日子 你们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非要把自己扭到这同一世界里 你知道你现在22岁 就算你把他抓回青海了 在那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 那你能保证他32岁 42岁的时候 不会背叛你 去为现在的他补课吗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心里有想法的人 他就在一个无人区 他还能拿出手机来 在网上搞搞暧昧 姑娘我都不知道你看上他啥了 就看上他外表长得高 长得比 可能有一些男生长得稍微好看点 因为我没觉得他内涵有 能够吸引到一个女孩子的 特殊的地方 因为从他的谈吐 从他的气质当中 至少没有吸引到我们这个年龄阶段的 任何的一点点的特质 然后这个男生喜欢 这个女孩是什么呢 你说他土 说他挫 说他各种方面的不好 你是不是就看中他 对你死心塌地 是不是在你的周围实在也找不到 比他更在意你的人了 你估计看中的也就是这一点 在我心目当中 我觉得恋爱只能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彼此欣赏 彼此吸引 女孩 我都替你累得慌 你就一直在跪着爱一个男人 我都不知道他有哪点好 让你一直跪着爱他 就我说的这个跪着爱他 还不是说他天天打压你 而是你天天在心里打压自己 你老拿他跟 说他周围的那些姐姐呀 妹妹呀 还有什么别人的女朋友啊 你就是在心里给自己做那个比较 但是实际上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姑娘轻轻爽爽 然后受过教育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之前还有一份特别好的工作 我觉得从各种硬件软件上 你的条件比他强多了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得把自己打压成那样 像一个丑小鸭一样 我真的不理解你 如果这段感情让你天天嫉妒冲动 把那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 我觉得这段爱情已经完全不适合你了 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 该学点东西学点东西 该找份正常的工作 咱好好工作 趁着自己年轻的时候 提升一下自己的眼界 是每一个可能在爱情当中困惑的女孩 最好的解决的途径 谢谢苏老师 曲总 怎么提升你的眼光啊 就记住以下三句话 是其所以 观其所游 查其所安 是其所以 就到底看这个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 他是喜欢你吗 分明不是 你觉得你土吗 觉得你眼光不行吗 他喜欢你的是什么呀 在他开场的时候就说出来了 是他追的我 我们可没有问那个谁追谁啊 明白了吗 在这段情感当中 他是找你是因为觉得你听话 你也是在一步一驱地在追他 对吧 你是把他追到手的 但他看到你 看上你了吗 并没有 观其所游 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啊 他采用什么方式 他采用什么方式啊 骗 他不想回心灵 是吧 这是人家自由嘛 他可以直接和自己的父亲去沟通去 说明他做不到 不敢去 他就只能骗 同样对待你又多少次骗 不好说嘛 对不对 你也感觉得到了 对不对 当他想达到一个目的的时候 他才觉得手段是见不得人的呀 说明他弱呀 他内心很弱呀 他只能像比自己还弱的人去拔刀 这就是弱者思维 他想独立 但他摆脱不了父亲的控制 他只能爱控制你哦 查其所安 这个安其实可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你安心做什么事情 一个是在你休闲的时候 你愿意做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是你感兴趣的 请问他现在安心做什么事情了 做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啊 或者说他不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 他陪你了吗 也没有啊 你就为了这么样一个人 你放弃了自己的城市 自己的家乡 对吧 要跟他去回西宁 是吧 另外你还要放弃自己的工作 你不行 那我也不行 你不要工作 我也不要工作 我的天哪 你们要一起沉沦下去 所以姑娘 让自己眼光好起来 让自己变成有价值的 可以吸引欣赏你的人来 而不是一步一区地追一个 你不应该去追的人 就这 谢谢曲总 米娜老师 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 但是爱这个东西挺好的 它是魔法 当爱降临在一个姑娘的身上 她就突然一下 从一个普通人 变成一个迷人的女神 这是一般逻辑里头的爱 就像她如果看到你的时候 眼睛里冒星星 那她是爱你 她能够在你的普通下 看到你的不凡 看到你的各种美好 那么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爱 她将激发你的无限潜能 可是她不是呀 她眼里的你是矮冬瓜 是土 她看到哪些人会冒星星 干姐姐和好兄弟的女朋友 谁能够容忍自己的男朋友 夸自己朋友的女朋友 比自己女朋友好看 你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女朋友 和不相干的人对比 并且要埋态自己的女朋友呢 我只是觉得如果说 她也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风格 她改变什么呀 她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自己 去迎合你呢 既然看不上她的风格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换一个呢 这就是一个要命的地方 当你明明不喜欢这一个类型 你却占据着这一个人 占据着她的时候 用的全是挑剔的眼光 和想改造她 这很可怕 原本可能很自信的一姑娘 会因为你挑的 她自己觉得 天哪我怎么是这样 不能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啊 我不想说她好或者不好 只是说只要有人带给你这样的感觉 请你一定要离开 因为会毁了你对自己的正确认知 如果有一桩恋爱 将会使我不自信 使我迷惑 使我有不安全感 使我觉得处处不如 她身边的某某某 那么是时候结束这桩恋爱了 因为是这个男生不懂得审美我 而不是我不行 心疼你 离开她 谢谢米大老师 就是在你未来的感情里面 不论是跟她继续 或者跟别的什么女性 如果再有感情的话 学会尊重女性 这个特别特别地重要 一起进入真情 我还是觉得就 可能之前对你有点太大男子主义了 但是我还是在慢慢改变 我还是想让你说看到我的改变 可是曾经我也以为你会为我改变呀 我也给了你很多机会 我觉得我相信你 但是你现在就是让我真的感觉不到 让我真的很累 很为难 但是我们还是 我觉得还是可以有磨合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错过 谢谢你们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对年轻的朋友 如何选择 请开门 还有什么话跟他说吗 可能之前太幼稚 不像一个正常男朋友 没能给女朋友一些 该有的关怀和东西吧 所以 一个建议啊 你还没有做好 要跟一个人稳定关系的时候 你就选择自由 好吧 谢谢你 请回 我们一起走进爱情报现金 有网友提问说 谈了异地恋三年了 那如焦四期的阶段已经过去 男朋友进入了创业忙碌的阶段 突然的冷淡和低频率的联系 让我这半个月非常的不适应 我受不了缺少陪伴 他觉得我不理解他 我该怎么办 如果受不了没有陪伴的恋爱 那你就不要选择异地恋 异地恋本身就会缺少陪伴 那在异地恋同时 对方又经历创业阶段 就更需要女友的支持和理解 而你完全不支持也不理解 要么结束异地恋 去找他 要么就离开他 要再一次地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了精彩的人生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